上星期的賽車週末,除了有F1的土耳其站乾濕地之戰 賽車圈子裡更多人談論的就是歐美兩地兩個大型房車賽發生的極具爭議性事件 其中DTM德國房車賽的事,更加可以說是到達嚴上的程度 也直接影響到哪一個是年度總冠軍 而NASCAR就繼續出現名刀名槍的私了事件 今個星期你當作是一切短的讀新聞 講下上星期這些爭議性事件 另外節目之後有一個特別的公佈,大家記得看到最後啦 不過在開始之前先做個宣傳 一個頻道主角說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趣聞、故事和相關資訊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記得訂閱頻道,還要按旁邊的鈴鐺搶先看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在講述這次極手爭議的事件之前,先讓大家了解一下背景 今年的DTM德國房車賽,迎來了一個大的轉變 由以往由於原型車,改裝程度堪稱是房車中的F1的Class 1賽車 因為平治、Aston Martin以及Audi在2020年初接連宣布退出 於是賽事就變成採用GT3規格的短圖GT賽事 參賽的主體也從以往的車廠直接參與 變成主要是獨立車隊派員 廠商就只以customer racing的身份參賽 雖然好像沒了特色,但就反而吸引了一些不同的車廠 例如法拉里、林寶堅尼的車 以及一些新的車隊進來 而其中F1車迷最關注的就是紅牛都冠名贊助了 法拉里在GT3的半官方車隊AF Corsa參賽 由去年的紅牛F1車手 來年會去威廉市的Alex Albon艾邦 以及今次事件的主角之一 Red Bull Junior Team 的車手 同時也有參加今季F2的新西蘭車手 Liam Lawson 參賽 至於幾個大的德國廠 比如平治、Audi、BMW 都有派對參賽 亦有闖手代表上場 其中今次事件的另一個主角 就是多年來代表Audi 參加GT3比賽 曾經也有來過澳門斗GT杯的南非車手 25歲的Calvin Van der Linde 我相信他跟Dutch Van der Linde應該沒什麼關係 而事件中的第三位主角 就是代表平治的HRT車隊出戰的德國車手 35歲的Maximinium Goetz 這個已經變成GT3比賽的DTM 原本以為應該會由一些GT賽事的車手 或是DTM本身的車手 加上三大德國廠的車佔優 但紅牛和AF Corsa 加上年輕的Liam Lawson 卻耳君突起 不單止在揭幕戰的Monster站先拔頭籌 亦是之後的比賽多次在前頁為止完成 不過他絕對不是車手當中受歡迎的人物 其中他在Nurburne的比賽引致意外 導致當時還是總城式領先者的Calvin Van der Linde 和他的隊友Mike Rockenveller 退出比賽 Lawson被指在賽事當中過分�dit取 不懂規矩 剩是當時被拖了 Salp Sport Meinung 但當時Calvin Van der state 還是有很大的領先優勢 本有一次意外 SARAH 應該不會太影響總成績 但Calvin Van der state 他在之後的幾場比賽 倒數地把優勢倒去 而Lawson在紅牛主場 跟奧地利取得兩年勝,加上一連串的好成績 令他在賽過的中後段開始帶出 本身應該主行鬥F2的他,令人驚喜地以總成績領先者的身分 進入最後一站的比賽 當時他已經有14分的優勢,剩下兩個回合比賽只要正常發揮 就很大機會贏了 能夠挑戰他就只剩下Campan Panderlin和默默地得分的Maxi Gertz 最後一站的比賽在紐倫堡的Norris Ring舉行 是德國最著名的街道賽 Lawson在第一個回合開了好投,拿到排頭位資格 Calvin Panderlin就排第二 在希布的第一個彎,Calvin Panderlin已經來一個超池的剎車 想過Lawson,不過這次得不償失 第一個回合結果是由Gertz贏車,Lawson第三,Calvin Panderlin第四 即分掌一步拉開 第二回合Lawson再拿鋪,Calvin Panderlin第三,而Gertz再後一點 當時Lawson已經分別領先Calvin Panderlin和Gertz 19和22分,本應可以穩操勝勸 但第二回合一開始就發生這次要說的事了 本來排第三的Calvin Panderlin在第一個彎來一個半自殺式攻擊 Cut了一個角落再撞到Lawson,令到Lawson和隊友Nick Cassidy都出去了 而Lawson沒有賽車,因為Suspension壞了,只能夠一直慢慢走 差總成績的冠軍變得被動了 而撞到人的Calvin Panderlin竟然只被罰5秒 而且不是因為他撞人,而是因為他Cut了角落 當時已經令Youtube直播的聊天室的觀眾非常非常生氣 到中後段,Mercedes Team Winward的兩名車手在領先 Calvin Panderlin就跟Gertz等等車手爭第三 如果繼續這樣的話,Lawson還是夠分拿冠軍 但Calvin Panderlin為了防守Gertz而跟他相撞 最後因為爆胎而退出競爭行列 而在這個時候再次出現爭議性的事件 原本領先Gertz超過10秒的兩部Mercedes Team Winward的車手 在得知Team HRT的Gertz在第三的時候 在比賽最後的時刻減速 讓Gertz去領先,並且抵擋一直追上來的Cassidy 結果Gertz再贏這場比賽的冠軍 以3分之差擊敗Lawson成為總冠軍 看到Lawson這樣跌了冠軍 直播的聊天室、DTM的社交媒體等等都出現了嚴上 一方面覺得Calvin Panderlin是故意撞Lawson出去的 是非常卑鄙 另一方面見到平治下一個跨車隊的指令 不惜一切都要被Gertz贏總冠軍 又是另一種吳光彩 而Calvin Panderlin在IG出的鐵文 更加令到嚴上火上加油 因為他在這些爭議性事件之後 不單沒有向Lawson道歉 更加說Gertz贏了是The Right Man Win 給人的感覺他是不是寧願給同樣GT車手的Gertz贏 都不要讓給他年輕GT賽事經驗較少的Lawson贏 甚至我的說法是GT車手集體欺凌年輕的方程式賽車車手 說這裡是他們的地盤 小朋友不要那麼囂張 當然也有說法是說賽會今年在B.O.P.是比較偏心了紅牛和馬拉利 才令到一眾用德國車的選手有點不協 不過Calvin Panderlin就這樣成為了眾賊之敵 A.F.Corsair的主理人以至紅牛的Helmut Marko 都認為這一次是令人羞恥的事件 更加覺得Calvin Panderlin是應該被禁 而悲劇的主角Lawson就說自己不想再回到這個比賽了 事隔幾天Calvin Panderlin終於回應事件 只他自己已經跟Lawson談過亦跟他道歉 亦表示完成比賽之後 他的言論多少都受到剛剛完成比賽的氣氛影響到 同時亦都指一指近幾天受到網絡欺凌 認為網民根本不認識自己亦不知道自己所經歷 說希望網民明白參與比賽的都是人 而人是不值得受到這樣的對待的 不過看來網民暫時就不賣賬了 而我相信最想矛頭繼續指向Calvin Panderlin的就一定是平治了 因為這樣就會令到他們最後的跨隊讓車事件 沒有這麼被放在焦點當中 當然這樣在DTM就沒有犯規 而我相信其他廠在同樣的情況下都會做同樣的事 不過同時認為這個畫面才是整個weekend當中最令DTM尷尬的一幕 因為是靠讓車才得到最後的冠軍 真的有些說服力不足 也都令Maxi Girls今年的好表現被抹殺 給人感覺是靠Team Order才贏到冠軍 總之每一次發生這些爭議性事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大家又覺得今次事件當中 Calvin Panderlin的撞車 以及他在社交媒體的言論令人討厭一點 還是平治的Team Order更加令人氣憤呢?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Calvin Panderlin是否刻意撞Lawson出去 相信他自己知道 但美國NASCAR這一邊的比賽 是否刻意撞呢? 我相信無庸置疑 NASCAR上個星期在Charlotte Motor Speedway的ROVAL 即是OVAL加ROVAL的賽道 舉行Play-Off季後賽 12強的最後一場比賽 成績是會決定哪8位車手 可以晉身8強繼續挑戰年度的總冠軍 各位觀眾是否看到一頭沒水呢? 如果想詳細了解Play-Off玩法的話 就可以去看看我這一條舊片 簡單來說就是經過了30場常規賽之後 16位成績最好的選手是會晉級 分數是會reset 然後每三場淘汰4位車手 淘汰完之後分數又會再reset 直到最後4位車手一場過分勝負 而上個星期的比賽正正就是12進8的最後一場比賽 今次爭議性事件的兩位主角 分別是近年的車迷新寵 上一屆的總冠軍9號的Chase Elliott 以及老將4號的Kevin Harvick 兩位車手在分數上很接近 都是在淘汰邊緣 加上他們在幾站之前的Bristol 已經是有過節了 Harvick和Elliot在爭位的時候撞到爆胎 Elliot整回沒車之後 落後Harvick一圈的情況下阻礙他 令Harvick沒有了冠軍 賽後兩個人當然有幾句 而這兩個人就擺明爭對方 因此這場比賽在公在私 Elliot和Harvick肯定一見面就出事了 果然去到第54圈 Harvick就在這個彎撞了Elliot出去 當時評述員都說他可能是payback Elliot原本是這場比賽的爭冠分子 現在又落後了 又出現了嚴重的損毀 不過憑車隊人員簡單的修理 令到他可以繼續比賽 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車隊的cruise shift 和他的對話 如果有機會我們可以駕駛我們 讓他把我們放進去 別擔心 哇 真是這麼明刀明槍 果然是NASCAR Elliot憑著之後的王旗 加上自己在road course的實力 追回來 但是當他接近到4號的Harvick 大家都期待他會怎樣報仇之勢 Harvick竟然不用Elliot撞 自己失誤 炒了場 Elliot就立即抄Alonso 說一句Karma 這樣的話 Harvick就篤定不夠分進級8強 相反Elliot就可以駕駛這輛爛車 跟當日贏車的隊友Kyle Larsson一起進級 賽後他們仍然有點針鋒相對 Elliot就說 捉Harvick Merry Off Season 寸Harvick出局 而Harvick回應自己作Elliot的時候 就說 人生會教一個人很多東西 看來這兩位隨時會在之後的幾站再來過 賽會都說會密切關注 但我相信他們應該挺樂見的壽家 連日來NASCAR自己的官方頻道都不停地炒花生 再火上加油 沒辦法NASCAR就是這樣 車場市真的會車場了 或者拳頭了 相比起同日的DTM爭議性事件 NASCAR這個真是家常變化 而且坦白說 我有時寧願你真是明刀明槍 都好過DTM那樣 有少少暗戰商人又要裝專業裝無辜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 上星期兩個賽事兩次爭議性的事件 哪一件更讓你覺得討厭呢 而在F1 咸美頓和韋斯塔本兩個爭冠軍 最後又有沒有可能出現這樣難看的結局呢 最後要宣布一個特別的消息 就是FayTV的會員功能終於開通了 會員除了可以加入會員專屬的Discord Server之外 也會有不定期的會員專屬影片和會員直播 另外會員也會有優先參與頻道活動 以及如果有禮物送的話都會有優先權 而太子夜和沙皇炸彈級別的會員更可以投選影片主題 以及出現在片尾的致謝名單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令到頻道可以不用太過為黃標、演算法等等而受到限制 並且給我有更多的資源、人手去製作新的節目 當然現有的節目也會繼續的 也不會變成會員專屬 所以不做會員也不會有損失的 大家隨緣落座就OK的了 另外我也開了一個新的副頻道 非自由、非freestyle 一方面我會不定期的訪一些跟賽車不太相關 比較生活化的影片VLOG上去 這方面就算是一個後備的頻道 如果主頻道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會有一個副頻道做後備 希望大家可以先訂閱 之後也會有更多的內容和影片 希望可以在新的頻道以及會員的Discord見到大家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請common like and share三連續按下鐘仔搶先看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另外我也開了MiV專頁的大家有的話也可以follow 最後如果想贊助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加入會員 也可以用Super Thanks的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 我們下支影片見